四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 請看五秒鐘 金鐘影帝 現場就有辦法 對 是吧 五秒鐘當然不會有答案 金鐘影帝有幾百個 對不對 第二個提示看十秒 請看 金曲新人獎 他又是金鐘 好適合 你這邊還在評論題目 人家講演唱 黑姐 看音樂嘛 用眼鏡又呆唄 你就暗了 暗了 新人獎 來 答案是 是吧 金鐘影帝又是金曲新人獎 盧廣仲答對了沒有 恭喜你們 跳舞 好厲害喔 太厲害了 這家作曲人 吃早餐 吳正迪的九宮格攻略賽 請 我們最年輕的影帝 金鐘獎最佳男主角 對不對 對 而且聽說現在會主持 那一屆也得到的 對 那010 那年五十五歲 你十五歲啊 現在二十三 八年前 對 他還得過金鐘獎的 那個 額少節目的節目 基本上宇文雲舞啊 能演 能演會唱 對不對 希望還會答題 多好的一個孩子 第一個站在這邊 就已經很棒了 後面沒有幾個得到 對吧 我們今天透過你 透過他的目光 我們來看看大家今天 在不同的答題數 可以得到的階段性的獎品 多精采 來 請看獎品 請開門 看到了 一萬的 三萬的 五萬的 八萬的 十萬的 今天那個冰箱 我們的冰箱是 敲一下感應會亮 然後讓你敲一下 好厲害喔 好強喔 但是現在要答對主題再一次 我們為了每個人 量身打造的題目 非常地過癮 請看他的攻略賽題目 吳正的題目有 我這次的日劇時代 十種生存法則 其中有一篇是一杆盛載 客家守護神 日劇時代的民建築 影帝封電丸 你 年輕人應該的 年輕人 兒少主持特挑食 受成這樣難怪 每天都要NBA 香蕉好朋友 草莓大喜歡 選一個 有把握的 客家人 客家守護神 五分鐘準備倒數 請出題 題目指 三生國王是客家人的 代表信仰之一 請問當中的三山指的是什麼 A 管三座山的神明 B 三座山的三位山神 C 管三山現世的神 我可以 很漂亮喔 不一樣喔 小心 趕快 請鎖定 鎖定 哪個答案 B B 管三座山的神 請鎖定 來 鎖定之後 十分之三十八秒 好 我後面會趕一下 如果這題有過的話 有 沒有 你是 什麼 你是猜的啊 我很清楚知道 三山國王有三個神明 所以怎麼看應該是 只有B是符合我的 所以A管三座山的神明 只有一位 應該是一位管三座山 所以三座山的三位山神 所以是三位 對 第三個C也是一位 管三座山 對 好 答案是B 答案是我們這邊 請介紹 好 答案是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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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座山的正山神 那這三座山分別是B 明山 獨山跟金山 其實這個是來源於宋朝 當時宋君多次出師大節 都是靠這三位山神的保佑 因此在他們凱旋而歸的時候 宋太宗就看到他們的這個旗幟 經旗上面就寫著 朝周三山神 那宋太宗農興大約之下 就封三位神明為國王 因此才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第二題 這麼愛NBA 對 一個年輕人來說 常常早起是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會為了看NBA而早起 每天都要NBA 請出題 4分38秒鐘 在國際籃球比賽中 如果裁判雙手掌比坐T型 代表是什麼意思 A 球暫停 B 技術犯規 C 阻擋犯規 B 請鎖定 認為是請求暫停的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應該是教練的事吧 蔡如真沒有舉手 你認為是哪一個 請放下來 蔡如真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覺得三個都有可能 給我一點力量好不好 你覺得三個都有可能啊 對啊 完了 你今天上場不了的一定是 沒有 這樣竟然沒有想法 對 是B 因為技術犯規常常 我聽主播會說裁判給他一個T 裁判給他一個T 所以是技術犯規 對 我覺得是B 對 對 對 就是這樣 還滿會配合的 因為如果是 你要知道音證 音證是台大 台大的籃球隊 籃球校隊 對啊 可是裁判 他打籃球你都要打 他打了二三十年 對不對 比你年紀還要大 你傻乎乎的 技術犯規 答案提示什麼證券 請就這樣 恭喜 恭喜 各位啊 很容易 很容易就選 很容易就錯了 暫停是這樣 這有不一樣的 然後二姐會說是 哪邊要求暫停 是左邊還是右邊的 對 是有暫停 有主攻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 有地主 有地主隊 有客隊 他會說哪邊掉暫停 因為他裁判的兩邊 會有主客隊 對 他會說哪邊暫停 原來 第三題請選擇 我的好朋友是香蕉哥哥 我記得他上次來表現 好像沒有很好 我記得 跟他是好朋友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之前一起拍戲 來 請出題 示範時間滿足 題目是 香蕉是富含許多 營養價值的水果 請問外觀呈現什麼樣子的香蕉 營養價值最高 A 青綠色 B 黃色無斑點 C 長出斑點變黑 我有答案 快 鎖定 我的答案是C C 長出斑點變黑 請鎖定 就差這一題 我曾經聽過 妳聽過什麼 長出斑點 就是不要看他長得很醜 他才是對身體最好的 答對就有意外之為心理 請介紹 好笑喔 恭喜 好棒 好厲害喔 妳真瞭解香蕉 這題太簡單了啦 對 這題滿簡單的 太簡單了 聽一下正確的說法 為什麼長出斑點變黑 才是最有營養的 來 請說 這是根據日本大師的研究顯示 其實香蕉的外瓶呢 長出四十到六十%的斑點 在這個時候呢 很多有益的成分都提升了 像是它可以抗癌的這個作用 就提升了 在這個狀態之下呢 它可以誘導癌细胞死亡的濃度增加 同時它的血清素也增加 那麼血清素呢 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心情 能夠變得更快樂更平靜 並且有蛀黏 還有減緩憂慮的效果 同時多吃香蕉 可以幫助我們的腸胃蠕動喔 恭喜得到一萬智慧心理 大聲鼓勵 第四題 往三萬賣進 來 加油 我跟香蕉可哥很好 我跟草莓姐姐也很好 所以我到底了不了解 我的好朋友的老婆呢 我來試看看好了 你想吃到老婆 不是 的題目 對 請出題 四分01秒鐘 我們嘗試的草莓 其實是這種植物的什麼部位 A 球果 B 花托 C 花惡 很多人不知道 而且我是上個禮拜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快猜 球果絕對是騙人的 我鎖定 我的答案是B B 花托請鎖定 猜的 請揭曉是不是花托 我會有很多的 謝謝你 講得了 太厲害了吧 剛剛我們都會認為 我們一般吃的水果 應該都是果實的部分 但是呢 其實草莓的果實 是我們看到草莓上面 那個一點一點黑色的 才是草莓的果實 那麼草莓的那個本體呢 是它的花托 是在這個草莓的花托 它受粉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膨脹變大 就會變成我們看到的草莓了 來 再來兩題 這句時代的失重生存法則 一感趁載 演電龍 一感趁載 請出題 三分三十五秒鐘 中古代電龍賣米 用來秤重的杜梁恆單位 哪一個單位的米最多最重 A 一蛋米 B 一斗米 C 一斤米 快 這難了 這杜梁恆 一蛋 一斗 一斤 哪一個多 我猜一個 我鎖定 鎖定 一蛋米先鎖定 因為我 因為有聽過一斤米 一樣百樣的人嘛 是不是 其實是因為我 對他很像嗎 我對他最陌生 你對一斗一斤都很像 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很多很重 我們可能 比較少用的 好 選擇是一斤米 答對了沒有 謝謝小朋友 來 請說明一下 為什麼是一斤米 來 但是中國和日本古代的 一種容積單位 那麼在漢朝就有這樣的 一個度量衡的標準 一斤是十斗 十斗又是一百二十斤 大家可以自己換算一下 十斗比金大 對 說得比金最小 多比金大 再以 還有兩分四十八秒 額少主持特挑食 你 什麼不吃 很多食物的配菜 蔥薑蒜 我其實是一個很挑食的 蔥薑蒜不吃 都不吃啊 客家人沒有人不吃蔥薑蒜的 怪吧 好挑食 好怪 很挑食 這麼挑食的他 選擇了這一點 請 注定 兩分四十八秒倒數 請問是 你挑食嗎 根據大數據平台調查 請問台灣人最討厭的 食材是什麼 A 香菜 B 青椒 C 苦瓜 漂亮 我挑食但我愛吃青椒 我沒問你 我帶過台灣人 很多朋友不吃香菜 但苦瓜 這很難選喔 這三個都有喔 我鎖定我的答案是A Y 香菜 請鎖定 如果台灣人 很多人很討厭吃苦瓜的話 苦瓜鹹蛋應該就不熱賣 我覺得香菜 我好多好多朋友不吃香菜 請接受 多謝三位 來 我不敢想吃 台灣人最討厭的蔬菜 第一名就是香菜 為什麼呢 其實這跟基因有關係 因為討厭吃香菜的人 他們基因上呢 帶有一種不同的系列 那可能會因此導致 他對於全類的氣味特別敏感 其實在這些不能吃香菜的人 的基因裡頭呢 他聞起來香菜的味道 跟一般人不一樣 他會覺得感覺像是有一個肥皂啊 或是味如腳辣的那種味道出現 特別的刺鼻 所以呢 這是跟基因有相關性的 你的基因當中對那個全類 感到很敏感 全類 因此放大了那種不舒服的感受 恭喜目前獲得三萬智慧賓筆 加油 加油 紅潮五萬賣金 加油 再宣傳一次好了 日據時代的民建主 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方式 生存法則 你名都忘記了 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 請出題 題目是 日治實習台灣三大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除了總統府 台灣歷史博物館還有哪一個 A 台北公賣局 B 台中行務所鹽舞場 C 台南地方法院 發洛克風格 好難喔 台灣歷史博物館在哪裡啊 北部 台灣歷史博物館在植物園裡面 對 二二八紀念工具 二二八 都是在北部 公賣局 都在北部是不是 都在北部是吧 那所以就公賣局囉 公務局 一分四十八秒 鎖定 快 欸 台北公賣局 就是我是 從地區啦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它是日治時代的 巴洛克風格的建築 你覺得公賣局會拆掉嗎 你現在所看到的前面兩個 總統府跟台灣歷史博物館 都還在吧 只要是屬於巴洛克建築 這基本是古蹟啊 百年古蹟 你會拆嗎 公賣局不解延期囉 但我今天的運氣很好成這樣 已經很好了 你的表現已經Oh my God了 我覺得 說不定 你還會再多看我一下 會 我不知道 我會回頭看你一下 請揭曉 我想也是 但我滿足 我滿足 我並不知道答案 我只認為它被拆掉 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古蹟 真正答案是 C台南地方法院 它跟這個總督府 也就是總統府 還有台灣博物館 是併稱三大 在日據時期的巴洛克建築 那麼台南地方法院呢 其實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的時候 已經修復完成 所以現在也是開放所有的朋友 可以去參觀喔 我們得到了三萬智慧CP 可以得到什麼嘉賓 大華告訴他 好我們要恭喜 無限級得到的嘉賓 是 神師時尚丸表 這個丸表呢 它是法國昇華的 樓空機械丸表 是美國小牛真皮表帶 看起來非常的時尚有心 特別適合你 恭喜 厲害厲害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